大家好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秋季了 秋季也是多肉生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因为它早晚温差比较大 所以说对多肉生长来说比较有利 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它的养护方法 首先是要施肥 因为多肉它的生长期需要的营养比较多一点 这个时候要适量的给它施肥 那要怎样给它施肥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因为多肉它需要的肥料营养不多 只要少量适合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一般用的就是这种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它肥力温和 不容易伤到这个多肉的根系 每次使用的时候大概就有十粒八粒就可以了 直接撒到这个盆土表面 通过浇水它会慢慢的释放养分 两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就够了 平时的养护也要注意 一定要放到光照充足通风的环境 如果说环境不通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叶片烂掉或者是根系浮烂 平时我们浇水也要注意 因为多肉它是非常耐寒的 所以说不能过量的浇水 如果过量浇水的话 它这个根系也是非常容易苦烂的 我们每次在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这个盆土 一定要等它完全翻透 再给它浇透水 这个非常好把握 只需要在这个盆土的表面 挖到个三五零米深的深度 看一下里面是否湿润 如果不湿润了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几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